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曾经在今年8月份攀升至了18.8% 尽管9月份这一组人群的失业率下降到了17.6% 但是仍然处于高位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11月1日发表习近平的署名文章 重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习近平说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事关人民群众切身的利益 事关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事关国家的常治久安 凸显了北京所面临的对严重的就业的压力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至于近年来中国出现的青年群体的躺平有什么关系 什么是中国所提倡的高质量的就业 好 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荣修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先生 林沐雄先生从香港参加节目 另外一位是纽约的中国观察人士 秦鹏先生 好 第一个问题请秦鹏先生先说一说吧 在您看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这个中国这个青年失业率的居高不下 说到这个青年的这个失业率 我要补充一下 这个青年的失业率是不包括在校学生的这一部分的 就是应该是就业或者叫适合就业人员的这个青年的失业率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青年失业率的居高不下 秦鹏先生 对 中国的这个青年失业率 我们说它本身真实的这个数字 官方一直在去掩盖 他认为是说不到20%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有一些学者所研究出来的这个数字 它大概是达到40%到50% 这个这么可怕的一个这种数字 当然是不能完全怪年轻人们 对吧 因为全世界大家都知道说年轻人的这个失业率本身是偏高的 因为年轻人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比较灵活 又比较不稳定 所以它必然是这种失业率偏高 但是中国为什么要高出来世界的这个一倍 甚至有的是两倍以上 是根本原因 我想还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经济本身在这个加速的下滑 那么真实的中国的GDP到底是多少 我们说恐怕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个复数 而不是官方所说的增长接近5% 还有我们说就这些年 那么中共当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折腾 包括疫情之间的封城 打击民企关系恶化 抓特务 还有对民营企业的这个叫远洋捕捞等等 这些呢其实是把民营企业也给吓坏了 把国企把外企也给吓坏了 最后呢大量的这些企业要么不投资了躺平了 企业家躺平 要么呢就是转移了阵地 转移到其他国家去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就会带来全民性的这个失业的提高 那么当然这个作为缺乏这种专业技能的这些年轻人来说呢 当然他也就会首当其中的受到这种冲击 还有一个我们说呢 这个中国的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些年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国企多大 民企受到打压 那么国企呢看起来他这个所谓的营业收入啊 所谓的资产很庞大 但是呢他是不带来就业 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对整个的这些年轻人们 这也是个恶号 还有呢我们说这个年轻人们偏好 他其实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有点不同 中国的年轻人更可能乐于呢做这个服务业 在私企工作打零工啊等等这些现象 但是呢在制造业其实现在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缺人的 反而呢这个方面是没有多少人 当然这个呢也跟中国的这种学校教育 他所提高的技能和用人单位这个技能之间呢 它存在一个错配 所以这个呢也就偏使带来了一个这种结构性的 这个失业的增高 刘先生在您看来 中国为什么现在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刘先生 很简单嘛 因为为什么在世界这个很多发达国家 青年的就业这个解决的比较好呢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实行那个市场经济的地方 而他们的市场经济就是说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 这个优化配置的决定性的因素 但是在内地恰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市场经济 垄断了国家社会资源80%以上的央企国企 解决的就业那个人口啊 不到15% 而反过来那么变成了 占不到这个社会资源20%的 那些的这个民营企业外资企业 却是承载了80%以上的那个就业率 所以就是说你资源配置本身就不合理不平衡 造成了在这个对社会就业里头承载的一个 这个的一个颠倒 再何况里头呢 呃所谓那个百分之十八点几啊 百分之十七点几啊 这些青年的这个就是失业率啊 本身这个数字也根本不可靠 我记得去年那个七月的时候 国家统治局公布啊十六到二十四岁的 那些青年的失业率是百分之二十一点六 的时候过了两天北京大学一个经济系的教授都出来 说我们所掌握的资料青年的失业率啊 不是那么百分之二十一点六 而是百分之四十六点八甚至以上 还没有算一千二百万的扛脑筑 那么这个本身里头啊 我们就这个觉得里头这个国家统治局的数据不可靠 不可靠除了就是它的这个区域政治需要来去采检这个数据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在统计方面的荒谬的地方 第一个呢它的统治的时候呢 只是统治城镇的 不统治这个农村的 这是一个 第二呢 就是说它所谓的怎么叫失业呢 它自己承认 一个星期七天当中 如果能够有一个小时工作的呢 就算是就业 但是例如人家在这个美国呢 是一个星期有二十五个小时工作 才叫做就业 达不到二十五个小时工作 就是说失业 在法国呢 就一个礼拜 你起码有二十二个小时的工作 才叫就业 达不到二十二个小时 那个工作就是失业 但是中国呢 一个小时而已 你这个变成那种呢 这就很成问题了 然后第三 有些大学的毕业生 他是一定要找到 有单位肯聘用他 他出那个聘用书 大学才会给毕业证书他 结果弄到很多 弄虚作假的东西 所谓的 拿到那个聘用书的呢 这些好多都是弄虚作假的 变成那种呢 但是国家统计局也算了 这些你拿到聘用书的 不管那个聘用书怎么来的 也算是就业了 所以他在统计方面里头 这几样的东西啊 就令他现在公布出来的数字啊 难以令人这个自信 所以这里头也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缺陷 就是说用那个政治需要来 採检那个就业的数据 变成了这个根本就不可靠 然后来讲呢 那个这样的误导了上头的决策 那么就变成了讲了 就是说产业政策里头啊 对于这个就业的指导啊 那自然你的数据 这个不正确的话来讲呢 你所谓的那个就业的指导 也就是空对空 就是这样的弊端 好刘先生谢谢您 刚才刘先生提到这个 就是啃老族啊 我想接着这个话题 下一个问题请 秦先生先谈一谈啊 就是最近这几年啊 中国这个青年群体出现了 在中国叫做躺平的这种现象 前段时间先是有什么卷内卷 现在又出现了这种躺平的现象 秦先生在您看来 为什么中国的这个青年群体 现在会出现这种躺平的现象 对当年轻人们呢 说你再努力 它也是有这个天花板 你无论如何的这个做得再好 也会呢 是要么没有一个好跌 没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官方的这种工作的时候 那么大家当然就会认为说 我干脆我也不努力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躺平的根子的原因 就是呢这个制度性的原因 那么我们也看说这些这个 秦先生们肯定是不躺平的对吧 那么对于呢就是躺平呢 还有是一些这种经济的原因 我们说中国的这个房价太高了 高到了呢 就是过去有一些这个80后70后等等呢 通过个人努力或者呢 是这个底个钱包来去呢 把房子买下来 但是现在呢 整个房子呢 这个价格高到了 大家是无论如何努力也做不到 同时呢 这个高到了 就是 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房价也在出现这种暴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也就没有必要去买房子 而房子呢 我们说这个是年轻人这样的一组是消费最高的 就是开支最大的那么一项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个关于结婚问题 结婚呢 这个生孩子养育孩子 带来的这个消费也是极高的 所以呢它也就出现了这种躺平 不婚不育 不买房等等 这样的一些现象 所以根本上我们要总结起来呢 其实它有制度性的原因 也有经济性的这种 目前的这些困境 所以这个当然也就带来了 说整个的这些年轻群体与躺平 我们讲呢 说这个在 比如说美国 一个人 他要工作的时候 他可以养活好几个人 对吧 那我们说美国的最低的这些 一般的人的收入也有三千美元 那么他可以呢 养活自己的老婆孩子 那么养这些孩子呢 还有这个 政府所提供的免费的教育 一直到高中 这些上公立学校都是免费的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社会的福利 所以这个其实当然也就是说 大家只要稍微努力一下 大家就会做到了这个 会有足够好的 足够体面的生活 而且呢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体制下 他也能够呢 有自己的发展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马斯克 对吧 明明是一个外来的这么一个 大学重学生 结果呢 现在奔大成了一个世界首富 现在又成了呢 这个 接下去川普政府的一个 这种重要成员 那么中国的这种 普通年轻人 他会出现这么一些这种 美国梦 或者说叫中国梦的这种实现吗 能有一个这种普通学生 能够现在非常容易的 冲破这些天花板 或者压根的没有天花板 能够更好的这个发展吗 当然也不存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说 也不能怪这些年轻人们不努力 而跟着上的话呢 还是要从制度 从社会上去找原因 刘先生 请您谈一谈香港的这个青年就业的情况 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刚才我们提到的 像中国内地的这样的青年 比如说躺平所谓的这种现象 现在来讲呢 就是说香港这几年里头 就是出现了一种 就是说对前途的信息的危机 因为我们很简单 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香港移民高达53万人 去年3月 香港税务局 几乎报税表 少了37万份 那么很显然 就是说很多专业人士 中产阶级 都移民去了海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 就是你这个香港 本身它的经济架构本来是一个外向小型开放的经济体 它的经济的结构最重要的核心的价值就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 但是你从宏观环境来讲 就是这个三大中心的地位都将和日下 为什么呢 因为你既然是国际金融 国际贸易航 国际航运 那么国际因素 是这个左右香港安定繁荣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但是你看了这个去年8月9号 拜登政府签署行政指令 禁止在三个高期科技领域里头 美国企业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和交易 包括包括香港 亚罗里仁在这个去年12月 拜登政府用根据2024年的国防授权法案 把中国跟俄罗斯中国大陆 朝鲜伊朗古巴维内约拉 在这个国家 同等列为什么呢 海外敌对势力 你把香港定性为美国的海外敌对势力的时候 就随时会遭遇到来自政治啊 经济啊 贸易啊 科技啊 甚至旅游啊 那样的制裁 所以香港里头呢 国际金融 国际贸易 国际航运 中心里头的地位 当然就是这个基础的下降了 那么本来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 仅次于纽约伦敦的第三位 现在已经是在纽约伦敦 新加坡 法兰克福 巴黎之后 跟中心并列 第六而已 然后呢 香港的这个国际贸易 由于这个中美贸易战的结果 中国的出入口的下降 所以香港里头就去年 出口减少11.6% 进口减少9.2% 然后国际航运中心 西里角国际机场本来是全球10家机场排第一 去年排名跌到第三十三 然后来讲了87家国际航空公司有香港航线 前阵子就有47家取消了香港的这个航线 然后呢 本来香港的集装箱码头曾经吞吐量超越路特丹 排世界第一 现在也跌出了前十名 所以这些的宏观这个环境底下 你看香港的青年啊 他的就业里头当然就机会大大萎缩了嘛 再加上来整个中下阶层里头呢 跑到这个深圳去向北消费 那么更加服务业行业啊 连好多餐厅的倒闭 那么这个就业机会就买少见少了 所以呢 就是我就说了 改革开放如果是平稳之远 香港的一国两制就能够走上康章大道 但是内地如果改革开放是逆转的话 香港也腾楼失火殃及其余啊 很难独善其身 香港青年的就业 就是这么一个背景底下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吧 接下来想听秦鹏先生说一说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现在又重新强调啊 高质量的就业 我们知道在几年前 曾经在中国提倡要吃苦啊 年轻人要吃苦 那现在呢 就改成叫高质量的就业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高质量的就业 这个高质量的就业 是不是就是可以不吃苦的那样的工作 您是怎么看的 它这个高质量就业到底是指的是什么 对 中共官方呢 比这个高质量就业啊 他有一些说法 而且呢 这个看起来弄的是很炫 对吧 他说呢 微观层面是指呢 劳动者获得较高的薪酬 快乐工作 介意的环境 安全劳动 权益保障 发展前景等等 还呢 借用这个国际劳工主持 一个总干事 叫做索马维亚的一个说法呢 提出叫 体面劳动 包括呢 什么劳动者权益受到保护 足够多的收入 充分的社会保障和充足的工作岗位 等等等等 那么宏观层面呢 是他说是叫满足国家需要 市场需要 社会需要 发展需要和这个就业需求 但是呢 我们也都知道说你 呃 现在实际的情况是 有较高的环境 或者是高交易薪酬 环境 快乐工作 安全保障吗 当然没有 对吧 因为现在恰恰相反 我们看到呢 中国的高科技行业 互联网企业 金融行业在台元 中国的这个 外资企业呢 在撤出 呃 这些所谓的这叫金领 白领 呃等等 都在减少 就业也在减少 所以 我们说这种高质量就业 其实是在摔退的 那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当局 现在呢 不提松分就业 而大谈呢 这种所谓的高质量就业 我认为它就是一种叫做 语言腐败 是一个骗局 就是在你没有办法 解决全面就业的情况下 呃 创造了一个词 来呢 转移社会矛盾 转移呢 大家的一个视线 转移大家的目标 呃 刘先生 你觉得 就是导致 中国目前经济 低迷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疫情 美中贸易战 还是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刘先生 我去年8月21号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一篇文章 标题就是问题在经济根植在政治 我说你中国呢 这个搞了这个40多年改革开放 以前里头呢就是取得现在的进步啊 最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里头所导致的 然后前总理文家宝曾经讲过如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那么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服食 这个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会重演 所以我觉得呢 中国经济的主要的问题啊 还是你没有一个政治体制的改革 权力没有受到监督 受到缉约 是到受到继衡 变成了你作为市场经济里头的自由和法治啊 就这个即使不能建立 那你市场经济里头不能这个这个去健全发展的时候呢 你这个经济怎么会好转呢 我有曾经呼吁要淡化意识形态 才能这个令经济啊 这个这个止跌回升 因为你老是高叫什么这个消灭私有制啊的时候呢 你把那个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当作是迟早要消灭的对象 人家里头呢 怎么会能够放心 安息的去投资呢 那变成了那种呢 就是说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 所以我觉得里头呢 这个在中国而言 你要搞好经济啊 跟此来讲呢 就是要放弃 最近三个那个诺贝尔经济讲的 获得者所讲的 放弃一种掠夺性的体制 要搞包容性的体制 这才是来讲呢 我们这个这个说中国的经济啊 走上康庄大道的一个唯一的途径 好 谢谢刘先生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想请秦鹏先生您谈一谈 您是怎么看这个 刚才刘先生提到的 实际上是政治的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毫无疑问来讲的话 制度是最重要的 因为中国40年发展的最根的原因 它就是通过改革 把这个活力释放出来了 政府的权力缩小了 企业和个人的权力扩大了 再有呢实际上就是开放 对吧 国际分工大转移 然后是变成了世界工厂 全球第二 可是呢 我们说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它现在在倒退 在加速的 在上这个 踩油门 倒车 也造成了呢 非常畸形的一个分配体制 这个才有了呢 中国的这个消费 在全世界的非常罕见的 只占DDP的百分之三十几 这个世界呢 是完全的走向了一个反面 和我们说制度的改革 制度变化 过去的改革成功经验 完全是相反的 对内与民争利 对外呢 也在与国际交恶 这种根本的原因 就是在中共的这个体制 嗯 好的 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就要进行到这里了 再次感谢刘孟雄先生 和秦鹏先生两位嘉宾 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两位辛苦了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